你是少年 講一下羅啟生這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今天請來一位嘉賓 他是一位杜猛犬主人Water 和他的狗狗 講一下他們當中的故事 要訪問一下狗狗 訪問了主人的狗狗 羅啟生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今早Cutson找來的嘉賓 是一個年輕人Water 早上Water 早上大家好 Water聽到聲音又開朗又活潑 其實他是一個視像的人士 你何時開始發覺自己的視力出問題 其實我一出生的時候 眼睛應該已經有問題了 但其實去到我讀幼班三歲的時候 老師告訴我 發覺不是告訴我 是告訴我媽媽 乙恆看黑板好像不太方便 我看不到 是 即使戴了眼鏡 都不能夠矯正我的視力 是 那你媽媽 爸爸知道這樣的問題之後 對你有什麼的栽培 或者幫助你 沒有的 其實最重要的栽培就是放手 給我什麼都去試 所以我小時候 跟哥哥 他們每天都會去街場打球 還被黑社會俠 各樣都經歷過 是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栽培 是一個環節來的 是 那你有沒有幾歲開始知道 你的狀況 不單止不會好 是每月都不差 其實老實說 我小學 試到初中 都發覺青春無敵的 只是覺得沒事的 打遊戲打了四五個小時 什麼都做 直至去到中四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踢球 然後無端的眼睛就很不夠 很不夠養分 然後有一疊 突然就沒有了視力 然後就開始發覺 原來我自己的眼睛是有局限的 那隨著我的公開試 會考高考 以及入大學之後的職業 其實都有顯著的退化 那這個退化是隨著年齡 為什麼是隨著你的使用量 或者不適合保養它而發生的 其實呢 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一定要睡 嗯 那不夠睡 對我的眼睛是有影響的 那但是你說 究竟我保養上高 還是我太過勤力呢 那這些真的無從稽考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在這幾年裡面 可能確實我睡覺的時間 比確實小時候少 所以可能有所影響 那你就是入到大學 那在整個學習裡面 你遇到什麼障礙 我覺得最大的障礙 反過來是每一次的轉變 嗯 由中學升到大學 那又是一個很幫的 一個中學 老師啊 也都很遷就啊 也都 大家磨合得很好 那也都呢 我也是在中學裡面的領袖身 各樣的東西 那所以呢 各樣的同學啊 老師也都對我很好 但是入到大學 重新這個環境呢 那確實是要一個很大的轉變 和校方啦 也都要自己呢 去獨立 去和不同的部門去 去談回我自己的校園生活 宿舍 考試 各樣的東西 嗯 那確實呢 這些呢 就是最困難了 現在是一個社企的工作 你的工作範圍是什麼呢 我的工作範圍呢 其實是一個項目主任 那就是跟進一些的 不同的 就是一些 一些 一些資障人士的 產品啦 或者是一個 設施上的一些項目來的 那要跟進的 是 那例如有些什麼呢 例如一些的 一些的引路徑 一些的摩毒地圖啊 等等的 啊 即是你就以一個 是用家的身份 那又成為這一方面的項目主任 嗯 又不是用家 其實所有的工作呢 其實都是一視同仁的 那你呢 就是一個盜盲犬的使用者來的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機會呢 是接觸盜盲犬呢 其實呢 嗯 說回都好幾年前 2009年的時候呢 那我就跟大學呢 就是一個暑期班 那就去到德國 那就接受一個 一個 summer course 這樣 就認識了一班 市長朋友 德國的市長朋友 那他們呢 很有趣的喔 那當時我完全不認識 沒有認識盜盲犬 那我發覺他們 有一些狗狗呢 很可愛的 帶著他們到處去 嗯 那我就問他們 那是什麼呢 我原來盜盲犬 也都了解了 在德國呢 盜盲犬服務呢 已經是非常之 歷史猶狗 也都值根了很久 那我發覺呢 有了狗之後呢 他們呢 即是大家 視像與成像人士之間呢 很多時候的話題呢 都是一些 盜盲犬的 一些趣事啊 很多東西 那很有趣喔 我在想 其實如果香港會有盜盲犬呢 我一定會 很有興趣 很希望 很開心的 好啦 那究竟 WATER是怎樣可以 跟一隻盜盲犬 配對到的呢 明天再跟WATER聊一下 全新廣第一次 啊 真的特別喔 在這些特別的日子呢 羅啟辛呢 我們是會多一些國際舉星的 哈哈哈哈 剛剛而已 好啦 要錄香港妹的名字 對呀 那就是啦 現在呢 就有何嘉麗 有我程鎮鵬 有崔潔在這裡 那羅啟辛呢 就不是放假 是玩 他要學東西 是啊 人是要不斷學習的 但是他的集作呢 也有交給我們的 有買下的功課在這裡 是的 那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昨天播了第一集 今天第二集 都是有盜盲犬 的主人 就是WATER 那跟他的盜盲犬 Rangie呢 有什麼故事呢 是不是可以廢兩聲啊 嗯 很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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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你叫他 吵到不吵了 這樣 好了 羅啟辛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WATER 昨天就說到 你有機會呢 去認識盜盲犬 會是一種什麼的生活 這樣 你回來香港 那怎樣去開始找你的盜盲犬呢 其實呢 在不同的媒體 嗯 你見到有盜盲犬來了香港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知道 怎樣可以接觸到他們 嗯 直至呢 有一次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場合 也是另一個機構 一周年紀念的時間 嗯 那就 剛好呢 他們呢 邀請了呢 盜盲犬服務中心的 朋友 Raymond 也有來參與 我見到他們 帶著兩個狗 當時是Google 和Iris 那一見到他們 Google 那就是找地方很厲害 一定是 那他們呢 帶著呢 我就馬上走過去了 就是說 啊我可不可以認識多些 也都很開心 也都知道呢 盜盲犬呢 帶進來香港 那我就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 認識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 有機會呢 去使用盜盲犬 嗯 那之後呢 我們也都 因為我交換了 就是我們的聯絡 那之後 Raymond 也都和我們 有幾次的 一些很輕鬆的見面 了解回 就是我的事實情況 我平時的生活習慣 和我性格 那麼呢 去做一個初步的 就是申請 這樣 填了一份 基本的申請表 是 有一些的 就是醫療的 上高的文件 那我眼睛的情況 是怎樣 他也都 就是 Raymond 也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和我的家人 去做一個很輕鬆的 就是大家 了解呀 認識呀 這樣 喂 那香港 杜蠻犬服務中心呢 基本上 它是一個前前機構 那你要用它的服務呢 你需要付任何的費用呢 我現在呢 已經和Ringy 配對了三個月的了 那我現在呢 是沒有給過一個崩 香港的杜蠻犬服務中心 喂 一隻杜蠻犬很貴的 是啊 所以其實呢 他們是給了很多 很多心機去訓練一隻杜蠻犬的 當Ringy由日本呢 來到香港的時候呢 是接受為期呢 最少是九個月至到一年的 本土化的訓練的 是 即是那段時間呢 這個中心也都要用很多的洗費 去到 栽培他 是的 有訓練員 那Ringy呢 他是日本來的 是 為什麼會在日本來呢 是不是因為杜蠻犬小Q 那套戲 令到日本比較多人 會有這個杜蠻犬 去到捐出來呢 其實呢 因為在亞洲地區來講 他不是日本的 杜蠻犬發展呢 是相對 比較 就是有歷史的 是 那所以呢 他們有 不少狗場 也都呢 因為呢 Ringy呢 的爸爸媽媽呢 也是杜蠻犬來的 嗯 所以呢 他們的種呢 是這樣生出來呢 之後呢 是較為容易訓練 哦 那所以呢 因為香港呢 還是一個初步起步階段 是 所以就沒有 爸爸媽媽的杜蠻犬呢 就可以配對到 生一端的 杜蠻犬 哇 即是爸爸媽媽做杜蠻犬呢 的話呢 即是說 那個杜蠻犬呢 已經很早就已經要 交配啊 而生下一代了 嗯 是啊 整件事很複雜啊 現在好像是Ringy 那他幫你做事 他就不能去到配對的了 是啊 所以呢 所以他呢 就不配對給人呢 就不能去配對給狗的了 明白明白 他呢 是完全做了轉動的 才可以和你 即是投入服務的 哦 那我想問一件事 Ringy 他來到香港 那你開頭是不認識他的 嗯 那誰決定 你選哪一隻狗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因為剛才所說啦 Raymond 即是動物服務中心的導師呢 就是 其實呢 就了解了我的 生活習慣 嗯 那了解了我 其實很活躍的 那也都呢 很喜歡去 即是 早出晚歸啊 上班 放空之後有很多活動 那樣 他了解了我的性格 那也都呢 很了解呢 不同狗隻的性格 那然後呢 就作出一個配對 那又有專業意見 去給我嘗試 那所以呢 在配對的初期呢 其實是會有不同的機會呢 很輕鬆的那樣呢 就跟一些導盲犬 去做一個 即是簡單的 行走的經驗 我不可以說是訓練的經驗 那然後呢 讓我呢 了解多了 怎樣去 跟導盲犬相處 是 那也都呢 給到呢 導師呢 他們可以呢 平衡到究竟 那隻導盲犬呢 是跟那個主人 即是將來有機會的主人 是不是 即是適合配對這樣 我知你呢 就有28天 是不是叫試用期呢 不知道 但是呢 要包括你的家人呢 都一起呢 在這個訓練裏面 的話 究竟是怎樣 明天再跟呢 阿Water 聊一下 那現在身外溫度 相對濕度 百分之八十六 那來著這個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呢 就是 今個禮拜的第三集 也都是繼續有這個 盜猛犬主人 阿Water呢 分享一下他 和這隻狗狗的故事 羅啟新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羅啟新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阿Water 那去到呢 你有28天的訓練呢 那那28天呢 是會放你在那個營營裡 帶著你的家人去呢 還是去哪裏做訓練呢 那當時呢 就因為工作的原因 那我就 請了一個禮拜假 那其實因為 盜猛犬的訓練呢 其實一定要在生活的裏面 那所以呢 就不可以就說 去哪裏營啊 就是去一些山區野嶺 那不行的 因為呢 最主要就是在我家居附近 我工作場所 我平時做義工 會在有常出席的地方 那去做一個訓練的 那首先呢 就包括一些的靜態訓練 可能是 上一些的 lecture 這樣 那就是講解回 跟狗仔相處的一些的 的概念 那可能有一些護理的概念 有一些的 法例上的那個知識 那道盲童的歷史由來 那也都呢 會包含在那個 course 裏面的 那另外呢 在戶外呢 就是一些基本的 怎樣使用呢 Ring's 背脊上的那個道盲鞍呢 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那更加重要呢 就是去到工作場所附近 有交通工具上的訓練 那所以呢 我還很記得有一天呢 跟Ring's 呢 真是上山落地 海上高都走勻了 那呢 就去巴士 倒輪 纜車 小巴 那也都火車 那當然不少了 那一拼這樣去學習 怎樣去 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高 去使用 那道盲端的 那你就這樣呢 就這樣呢 上巴士 搭港鐵 那樣 火車 那都沒有問題 那有時候呢 那些交通工具是很擠的 是 那很擠的時候呢 那盜盲犬 就是會被人踢倒 那些成的 那要怎麼辦呢 其實呢 這個呢 嗯 那反過來 那道盲端的 Ring's 呢 他非常之熟習本土的環境 香港人多擠迫的地方 有了他之後呢 最好的部分呢 就是他可以滴水不沾地 帶領我 在人群裡面呢 去搭車 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還很記得有一次 那就是 搭地鐵 那金鐘站呢 那你就 你知道很多人的嘛 那我就裝蒸了這個繁忙的時間 那當天呢 我等了十八班車才上車 那他呢 就一直陪著我呢 答應著呢 就是別人走 那他就告訴我 哦 別人走了 那然後我就退前了 十八班車 你知道那個駐台呢 是都較為混亂的 嗯 那也都呢 他成為一個親善大使呢 令到呢 更加多的朋友呢 會來幫我 就是會讓你先的呢 嗯 也都會有機會的 那可能他讓了我不知道 是是 那譬如你那天呢 決定 我們要搭的士了 那樣 你會不會叫Range跟你看看 有沒有的士來的 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使用者的責任 嗯 那也都呢 作為一個盜盲犬使用者呢 其實是一個互動的性質來的 嗯 不是一個 就是我不會用一個依賴 依賴就是不正確的 是 因為呢 我們使用盜盲犬的視像人士呢 對於定向行走啊 各樣的技術呢 各樣的技術呢 是需要的 嗯 例如我會給到方向 Range去走的 那當然呢 他走熟了的路呢 他自然就自動波了 那如果去到陌生的地方呢 他怎樣幫我呢 我相信呢 很多 很多街上會人都會問到我 那他怎樣幫到你呢 那我有一件事想問 就是說 那如果你去陌生的地方呢 那你都會給他指導 就是說你從哪個方向 哪裏轉彎 那他都會帶你去避開一些障礙物 但是如果你那天 真的在你的公司回家的 你十天裏面呢 你都著了九天呢 是這樣做的 但是去到第十天呢 你就原來你想去超市買些東西的 是 那他會不會呢 一股路兒地走啊 當然啦 因為他 他如果沒有清晰的指示的話呢 他就會 就是幫人指導波了 那你就走到平時的路了 哦 那所以呢 一個視訊人士 使用到橫圈的時候呢 也都有自己責任 去給他清晰的指示到橫圈的 哦 那就是去到那一塊地方呢 你就叫他停了 我們要轉彎 是啦 哦 即是你又要好深水清的 當然啦 因為其實有了Wing trip之後呢 對我來說是如虎添翼 嗯 力道得更加方便 那但是呢 就是個人上高的一些 定向行走呢 是不少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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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肚子犬是Renji 和主人Water 繼續聽聽他們的故事 羅啟生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Water 其中一件事 不僅要考驗你 亦要測試你的家人 如果使用肚子犬的人來說 這個肚子犬服務中心 對你的家人有什麼要求 當然對於家人 畢竟 我有時會生病 不舒服 也未必可以帶到Renji 去大小便 所以在28天的訓練中 也要教導我的家人 如何去領犬的訓練 所以他們 也能夠 在我未能夠帶到Renji 的時候 也能夠帶他到街 處理一些基本的需要 到時他們就用普通的狗繩帶下去 是普通的狗繩 加上一個杜蠻犬的制服 當然不是一個杜蠻鞍的配置 即是有杜蠻鞍的時候 人們就知道他是杜蠻犬 但沒有的時候就有一個制服給他 對 這麼有趣的 那套制服 那套制服是一個 一個紅背心 就好像一件小衣服 就擺在Renji上的 就是紅色的 也有杜蠻犬的 logo 即是Renji 基本上要和你的家人 一定要 因為最重要的 不單單是 我和他之間的關係 更加需要 是Renji 我和家人的 大家相處 即是Renji 是跟一個 就是朝九晚的人 Renji會舒服一點 跟著你 又喜歡出野街 又搞活動 會不會Renji 會向你投訴 嘩 阿豬人我今天真的很累 你不要去那麼多地方 然後你去開會 他是坐在那裡 他又不會 反過來 他知道我到處去 他更加開心 他現在已經 行熟了尖沙咀 中環 九龍塘 甚至是觀塘的一些商場 是 他又不知多開心 多興奮 對這隻狗來說 譬如一走了去那個 車站裏面 再搭了完車 再出來 不同一個世界 他們有什麼感覺 他們呢 我就 因為一直和Renji相處 其實他就會 當然是會專心工作 但是你會留意到 他呢 是會有著弱的捕捉 即是他會走快兩步 但是呢 當然 我和他夾好了 我也都很開心 他走快一點 因為我是很心急的一個人 是 是 即是如果你不是一個 心急的人 就會找另外一個 導盲犬給你 所以呢 不是每一隻導盲犬都適合每一個人 嗯 所以是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他們有專業的意見 也都有他們的平衡 那你就想去很多地方 但是香港很多地方 不給狗入 那你有沒有撞過板 就是說 我真的約了人去開會 但大家都說 我不給狗入去 又對動盲犬不認識 其實 我相信 我聽回前人所說 其實 在好幾年前 其實確實有很多地方 就是 真的會對於動盲犬是陌生 嗯 還不是他們不歡迎 是陌生 嗯 所以他們就會很猶豫 讓他們進去的時候 嗯 但是知道 會方他們也做了很多公眾教育 又有很多的公眾教育 在商場 餐廳 集團 那樣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連鎖的集團 都可以容許導盲犬進入 法例上有沒有權利 他們呢 其實是 法律上就告訴他們 杜盲犬是豁免於 一些動物進入餐廳的 所以他們就 因為有些餐廳 他們不熟悉的時候 就說 哎呀不行的 我們的食物牌照 不可以讓任何動物進入的 那其實呢 法例上就說 杜盲犬是可以豁免於這個 嗯 嗯 即是 杜盲犬是可以進去那些 在門口有個卡 打斜 貓狗那些 那他就可以進去了 是 哦 那真厲害 Rangey可以去很多不同的食屎 但去到食屎的東西那麼香 Rangey會不會流口水的 那這個呢 也是我們 杜盲犬使用者的一個責任 嗯 他們呢 要嚴格地去 生活的時候 也要嚴格去規管 他們就不可以 嗯 容許我們呢 給一些 就是人食的食物給他們的 因為他們呢 盡量要吃的東西 是清淡的 其實基本上 那些狗糧已經可以滿足他們 一起所需的了 那所以呢 就盡量呢 都是會給狗糧 那給他們吃的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吃過 人食的東西嘛 那所以他們就不會 對於那些食物呢 有興趣 那他們就可能乖乖地 這樣就在 桌底啦 椅底啦 他們就休息 這樣就表現這個 杜盲犬的風範 暫停一次的 換來的都是羅啟生來的 是 因為羅啟生呢 他的訪問 這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呢 就是未完的 那今天呢 還會有 最後這一集呢 都是和他一位 是杜盲犬的主人 是吧 Water 嗯 羅啟生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阿Water 那你呢 你和Range 已經成功地配對了 那他呢 亦都是介入了你們的生活裡面 就是他會不會令到你功力大減的呢 就是譬如說有一天 Range去退役了 哎呀 原來你拿起了手掌 就拿手不成小 這樣 那就不會的 其實呢 反過來呢 Range給了我更多的 因為我更加可以去更多陌生的地方 更加去練習了我的定向行走能力 嗯 反過來呢 我會令到我對於香港 或者很多不同的市區地方 更加認識 就是以前會害怕的 現在就 是的 對於陌生的地方呢 其實對於市場人士來說呢 是有少少困難要做多些準備的 嗯 但是有一個Range之後呢 我給了方向他 他可以很安全地 就算陌生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障礙物 他就會幫我繞過他 那很多狗狗呢 都回到家 喜歡漏著人玩的嘛 那Range呢 他和你做事做了一整天 那他回到家呢 他會不會就是漏著你玩啊 又要搞這個整個樣子呢 嗯 當然啦 其實呢 杜盟縣呢 也是一個小朋友 那所以呢 他們回到家呢 很乖的喔 那首先 我會幫他脫下杜盟安 他就知道 我下班了 每一次回到家 都會和他抹身的 嗯 抹乾淨 那做一個基本的護理 那之後呢 他知道呢 我放下毛巾 那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立刻 然後呢 之後就找回 我平時給他 我給開他的一些玩具啊 那他就會漏著他玩的啦 那但是 你留意到呢 他呢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試過 去撲人家啊 很興奮的樣子 那樣子 他呢 就已經是一隻很乖的狗狗 那去Pubu這樣呢 你知道我們狗主有責任呢 就負責呢 就是清理那些便便的 是 那對於一個 視障人士來講呢 用杜盟犬呢 怎樣和他清理便便呢 是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贈任來的 嗯 香港杜盟犬服務中心呢 他們都找一些義工呢 是 就是做了一些的 我們俗稱叫便便帶 嗯 那其實就幫他 圍住了他的腰間 那然後呢 就有一個膠袋 就穿過條尾 這樣就套住了他的臀部 哦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叫他去方便了 那然後呢 他 百發百中的 那些呢 大便呢 就會在袋裡面呢 就套住了 那就脫下一個袋 就很方便 就可以去丟了 一隻盜盲犬呢 他有一個 即是退役時間 如果退役了之後 你亦都習慣了 有盜盲犬 突然之間沒有了呢 那 那你們會不會再申請 還有你有沒有這個優先權呢 我相信呢 我一定 一定 因為我很喜歡狗 也都呢 就是盜盲犬呢 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的了 啊 以我所知啦 就是服務中心他們呢 也都呢 有一個的 就是因應了國際規例啦 也都呢 是會優先給一些 現存在使用中的 盜盲犬的朋友呢 去配對的 啊 就是我免得問是你啦 如果一個盜盲犬使用者 他要拍拖啦 這樣突然間多了另一半呢 拖著女朋友啊 又拖著狗啊 那隻狗又拖著牠們呢 啊 這個呢 問得正好啊 因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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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і也會 他會放下毒蛙鞍,逼回九成 他就跟著我了 他就變成一種寵物 不能這麼說 他就是半職 他也是需要有毒蛙犬的一些行為 毒蛙犬的需求這麼大 而且如果是毒蛙犬的訓練 他需要這麼多資金等等的東西 但你又說你們是不需要付出的 他們的經費來源在哪裡呢 以我所知 其實毒蛙犬確實是要花很多的心機 包括最少九個月至一年的本土化訓練 也有很多狗糧 狗隻護理的產品 以我所知 現在他們是全靠一些有心人去捐助 以及一些不同的贊助去運作 當然是有很多有心的義工 以及狗隻的訓練員 所以其實很需要多些各界的支持 那你有沒有定期一些籌款活動 或者都是長期大家有心打電話去捐錢 以我所知 他們不斷會做一些 和一些機構合索 進行一些籌款活動 也都可以直接打一個電話 就去杜蠻犬服務中心 就可以安排這個規定 我的同事 彭仔很喜歡捐錢 他可以打給他電話號碼 大家可以打81132577 這個電話 聯絡香港杜蠻犬服務中心 就可以幫助到這個會 有心的行為 好 在這裏謝謝Water 以及Range 今天上來我們這次節目 謝謝 拜拜